今天这就开始打路了啊 这里的工作也接近尾声了 预计在五天之内应该没问题啊 这就是四二八斤的下的本的啊 把这条路全部硬化起来 这条路其实也是村里面的一条公路啊 他们的一些农业设备啊 到田里面去就是必须要经过这里 以前夏天的时候下大暴雨啊啥的啊 这个路就冲的稀巴烂 我们来了嘛也做点贡献吧 把它打成水泥路啊 而且是按照公路级的标准打的铺钢筋 而且下面打的很厚啊 二十公分左右 这个至少十年之内啊 二十年之内应该是一点问题都没有 预计要路两天打好啊 从我们这个坡上面到下面 总长是一百米左右啊 预计建材家 因为都是自己请人弄啊 就是没有用那种山贡那种 就是还算是比较节约的啊 这样算下的话应该就是万百块钱左右 应该搞得定啊 至于农场里面啊 要种一些风景树啊啥的啊 这个慢慢来 先把这几个鱼汤经营好 经营好了 有资金进来了 然后再慢慢的搞建设啊 这样的话就不会搞得太吃力 现在已经开始慢慢的在筹备第二场啊 包括群里面的钓友已经在蠢蠢欲动了 其实工期还算非常的顺利啊 我过来下去给大家看我们的鱼汤啊 这个鱼汤整个加高啊 整个加高 然后边上全部用水泥把它抹了啊 然后这里明天开始搭桥啊 就把它搭过去了 后个鱼汤只能走那条鱼汤啊 对 那也没问题啊 打那么猴鹤啊 没问题 要四天过后呢 不能差不多 不能收 收骨子 哦 就收骨子的时候要走一个啊 嗯 下面你们有土没的 有啊 也有土在下面啊 摘样子了 今天这里 建材最满了啊 这是 下了很久的决定啊 跟文学也商量了很久啊 啊 申请资金过来啊 弄这里 啊 这里在报复里头 好 好 好 啊 我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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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来我去吧 不吃啊 那大搞 他们一个小的大 我们 哎呀 小的可以过吧 小的可以呀 我去吧 哦 打腰的 看我们的这个 这个打在哪边 哪边摸好 把哪边拉着那个水上部来给你打一个这个 挺大一个停水上 是吗 咱们给打一个摸到他停水上 或者暂时来个锅子上打一个 是吧 比如说那边摸完的时候啊 如果开到三台就另一圈 这暂时就搞扎一下就没问题了 哦 准备好就发群工的 就要最有发的 嗯